闯入中国领海的日本驱逐舰舰长被撤职了 原因真的是因为无意之举吗 大家好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7月份的时候 我们说过日本军舰梁月号在浙江擅闯我国领海这件事 虽然当时日方表明是个误会 但是我们中国要求日方要彻查此事 并承诺类似的事件不再发生 日前日本满足了我们的第一条要求 日本政府前两天向中国通报了他们的调查结果 说梁月号驶入中国领海确实是无意之举 但是他们考虑到严重错误 所以设施的舰长已经被撤换了 从日方给出的通告来看 撤人和认罪的背后恐怕并不简单 要知道梁月号能够无意闯入我国领海 其中的可能性无非就两种 一种是军舰的控制系统出了问题 在被动的情况下误闯入我国领海 另一种则是操控军舰的人出现了问题 而日方调查了两个月 都没有发现军舰有什么故障 技术性失误的说辞就站不住脚了 那梁月号驶驶舰闯入我国领海的原因 就非常明显了 就是指挥官的问题 至于是不是无意之举就不好说了 毕竟日本这个国家向来都有下课上的传统 不服从上级命令擅自行事 这种事在日本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倘若梁月号的舰长脑子抽抽了 执意要私自行动 那当然会发生强闯我国领海这种事情了 当时我们中国海军正在东海举行军事演习 而梁月号已经进入了我们的训练范围 一艘军舰在未经通告的情况下 闯入他国的演习区域 这意味着什么 梁月号的舰长心里肯定比谁都清楚 他应该也是从基层升职上来的 没有足够的理智和专业能力 他怎么可能成为一舰之掌呢 因此除了他是无意之举之外 这其中还有一种可能性 那就是梁月号闯入我国领海 是受到了他人的指使 不排除舰长是听从了某国的指挥 冒险闯入我军演习阵营 蓄意要搜集信息 或者要通过自杀式行为 引发中日的冲突 让某国坐收羽翁之类 或许就是因为日本调查到了这一点 所以日本政府才会预感不妙 先撤了这个舰长 向中国认错道歉 然后再处理他们内部自身的问题 总体而言 梁月号去自宴擅闯中国领海这件事 无疑为各方都敲响了警钟 当今世界形势是错综复杂 国家间军事实力的竞争 日趋白热化 稍有技术上的失误 就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日本政府他有必要认真思考 是否应该以更严谨的态度 整肃一下他的自卫队了 要严格控制住每一次自卫队的军事行动 不然的话 稍有不慎 就会像梁月号一样 差点引爆中日冲突 而我们中国也应该警惕起来 搞不好 部分日本军官私下里 已经听命于美国舰队的指挥了 成为了美国马前卒中的尖刀了 好 我们本期就聊到这里 感谢收看 下期再见